全新一代K5凯库车型上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也试过了这台车 对于它的整体表现还是很满意的 我觉得它是目前二十几万中型车市场中 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个产品 但是它上市以后 也勾起了我一些年轻时对于第一代K5的回忆 所以这一次进华论 我就把新老两代K5放在一起 看看他们之间的变化 上一次试驾会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对于第一代K5车型印象最深的是 2011年2月20号全明星扣兰大赛上 当时格立芬跨过这台车拿到了扣兰大赛冠军 但是我却被它深深吸引了 虽然我是在2011年被它吸引的 但是它是在2010年北美正式上市 2011年便完成了国产 第一代K5车型上市以后 外观设计的确够经验 它的主设计师是被誉为欧洲三大设计师之一的 彼得希瑞尔 彼得希瑞尔转会起压之前是在大众集团里的 在大众集团里推出过很多经典车型 比如说奥迪的TT 第二代甲格充 甚至当年马路上再跑的大众车型的设计都是他参与的 而兰布基尼的盖拉多跟米西拉狗也都是他参与了设计 所以这个德国人在转会起压之后也推出了很多经典的车型 但是我觉得论影响力最大的还是要数这台第一代的K5 它上市以后也代表着奇亚品牌正式开始转型 彼得希瑞尔认为好的设计不仅仅是要依靠灵感 它还需要热情和对市场充分了解作为支撑 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是设计元素的源泉 这台引起市场轰动的立作 K5就是一个充满活力大胆和复杂共存的车型 K5在偷放韩国市场之后也骑身万辆俱乐部 超越了一直领先的销量冠军索纳塔 一跃成为韩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车型 虎啸式进气格山在奇亚车型上已经成为了标志性的设计 虽然说这个设计在当年的福瑞迪上存在一定的争议 但是放在K5上特别合适 配合整台车舒展的线条 让这台车在中型车市场上显得格外亮眼 整体看起来具有一定的金融性 但又不是特别的张扬 头当足以中网设计成了一体的造型 这样横向空间会有所拉伸 侧面平直的线条加上独特的C柱设计 以及18英寸的大角 让整体侧面看着非常动感 而这个18英寸的轮圈我觉得很值得一说 因为它通过简单的图形设计 让整个轮圈看起来充满了张力 第一代K5车型外观设计足够惊艳 那全新K5开裤怎么办呢 其他的做法是把它的外观设计得更加惊艳 第一代K5车型面向的当年年轻消费者是80后一代 而全新K5开裤要面对的消费者是95后 甚至是00后一代年轻人 这一批消费者的特点是什么 他们深受互联网的影响 他们更加注重体验感 他们希望去尝试挖掘更好的价值以及服务 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品位 并且追求智能化 所以全新的K5开裤车型 外观不但要设计得更加惊艳 体验感也是他们要重点考虑的内容 经典的虎啸式进气格山 在全新K5开裤车型上得到了保留 之前在第一代K5上 它是与头灯融为了一体的设计 现在虎啸式中网与整个车头融为了一体 再加上大量的线条应用 让整体车头看着充满了肌肉感 无论从哪一个方向来看 这台车都充满了紧绷的视觉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看着 要比第一代车型更加动感 心跳的头灯造型 它让整体车头两侧向侧面延伸 所以说整体车头看着 会增加一定的灵动感 头灯现在点亮之后 也会变得更加犀利 全新的K5凯库车型国产之后 轴距和车身长度 相比较海外版本车型都有所增加 主要增长的部分集中在B柱之后 这个对于设计师来说 我觉得就是一种考验了 因为一旦设计的不好 整台车侧面看起来 就会显得比较臃肿 但是其他的设计师 很好地利用了大溜背的造型 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一代K5车型上 我就说过 它的C柱设计非常特别 而这台新车上C柱设计 依旧很特别 这里有一个分层的设计 让它侧面看 很有层次感 再加上经过伪装的后背箱盖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在侧后方来看 依旧很有轿跑的感觉 并不会显得臃肿 第一代K5车型 整体外观设计非常漂亮 但是有一个地方的设计 我并不满意 那就是车位 看着实在是太平淡了 这个问题在全新K5凯库上面 就解决了 贯穿式尾灯四处排气管 再加上尾部扩散器 让整体车尾看着会更加动感一些 要知道这些配置 在海外版本车型上 只有性能版的GT才能装备 一代K5车型 整体外观设计的确深深的吸引到我了 但是坐进车内之后 我觉得就差了点意思 虽然说整体用料和做工 在这个级别中还算比较出色 但是它的整体中控台的设计 还有一些细节的设计 没有太多的亮点 或者说是它的车内设计 与它亮丽的外观 有点不太相符 中控台像驾驶者 有一定倾斜角度 使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中控台与仪表台 一体化的这种设计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日本车上就 给大家读一切留意 αλλά有点不太相符 就是现在有点不太相符 就在这种设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说2014款的K5车型已经开始用2.0T代替2.4的发动机了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 很多当年被它动感外观吸引过来的消费者 都是因为无论增压发动机去选择其他车型了 像不讲老K5这台全新的K5凯步车型上市以后动力系统方面并没有让人时髦 一上市以后就有1.5T跟2.0T两款发动机可以选择 另外1.5T的发动机还装备了其他最先进的CVBD技术 如果你再以燃油经济性可以看一下1.5T的车型 而这台240马力353牛米的2.0T发动机开起来之后动力表现真的很爽 我们之前刚刚实测过的这台车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是7.86秒 这个成绩在目前国六2.0T中型车市场上还是很出色的 而8AT的变速箱也很善解人意 所以我觉得这台全新K5凯步车型整体动力方面的进化还是很让人满意的 第一代K5车型整体底盘调教方面我觉得也有点显得不够成熟 因为和很多当年的日系品牌相比有一定的差距 它又想要保留舒适性又想要保留运动性 结果两点做的都不够突出 所以我觉得全新K5凯步车型在底盘调教方面就想得很清楚了 因为大部分二十几万中型轿车的消费者他们要的就是舒适性 再说了这么大尺寸的中型轿车 如果你太过于追求运动性会丧失掉很多舒适性 所以这台全新K5凯步整体底盘调教的原则就是 在尽可能的保证舒适性的同时提升行驶质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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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